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60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塞波坦制的剑龙豪叫 那在分享这款玩具之前的话呢 我要搞不清楚这个官方的这个实在是让人摸不着的一个套路 这款玩具是一个Warrior Class 也就是所谓一个勇士级 然后我们先前的话呢也给大家做过这一款三角龙 三角龙的话呢它却是里头唯一一个出在Deluxe等级的 那所以这款这个三角龙的素质的话呢是很优秀的 现在也给大家做过分享了 那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恐龙小队你偏偏要有一个家伙跟人家不同等级呢 那作为一款W级的玩具呢 它是定位在Deluxe等级以下的玩具 身高的话呢稍微的矮小一点点 然后这个空洞的话呢也已经证明了它的一个身份 那W级的这些玩具的话呢都有一个所谓一个联动 它的一个联动呢就是呢这个手在动的时候呢背包会动啊 其实反过来的啊 应该是说呢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控制它的一个手了啊 那后面呢这个是恐龙的尾巴的部分 它是一个拔插变形的 那平常的话呢这个背包拿掉的话就是从这个点后方 这样去推动它 这个可能怕小朋友呢推动这个手怕它推不动吧 所以就后面给它做了一个杠杠吧 这迷直操作啊 那么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也是比较 嗯没有比Deluxe要差啊 头是不能动 不过头雕倒是挺好看的 这个分割线啊 做的挺深的 手臂单臂的360度的转动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的话呢这个有个很大的球关 代替了轴型关节 那么呢没有一个二头肌的转动啊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双动关节 是给恐龙形态下做一个使用的 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90度 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 没有外摆内收的关节 然后它的一个细节的话呢 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吧 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 那正面的话呢 这个是红色还是吗 这个倒是挺漂亮的啊 可以看一下 这个哑光的处理感觉 蛮OK的 那我们的话呢 试试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变形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的先把这个 这个脚的话呢 由下往上 包上来 然后两腿做个简单的一个小合并 然后呢把这个恐龙的头啊 推到前方来 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缝的话呢 就是真的就这么大了 你怎么粘也是就这么大而已 然后这个恐龙的后肢啊 就看形状 对吧 你就把它给转到 这个合适的 适当的一个位置上面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它的武器 跟这个尾巴的部分 这一块部件是一个偏软的一个塑胶啊 把它往上面扣上来 然后兵器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给完全收纳的 这一点说明书好像是没有提到 但是我因为这个键也是有点软胶 你完全是可以把它扣进去的 那最后就是把它给扣进 这里有两个洞 对应这里有两个图 就这样头包着啊 就把它给扣下去了 好压下去啊 这个要往前面 整个要往前面推一点点 因为它这个是软胶部件 你完全可以把它往前面再 再做一点延伸啊什么的 而且它这个 本身是软胶啊 所以我说它稍微的被你弄凹 你就把它给硬是把它两个洞扣进去就行了 最后把这个前面的背包给放下去 然后恐龙的前置往前面放下来 那调整一下 它适当的一个后置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这一款剑龙的话呢 就算并行完成了啊 武器呢是直接收在内部了 以恐龙的形态来说呢 这可能是我看过官方出的剑龙里头 尾巴最长的一个啦 毕竟是拔插变形了嘛 它已经完全不用去顾虑到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收纳了 这个剑龙的形态我觉得是好看的 头的话呢是完全卡死没有可动 它能动的只有这个脚 前后动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是天元之力的时候的一个剑龙 两个放在一起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长度的话呢 比那要长啊 这是我提过了 主要还是尾巴这一段 实在是做的太壮观了 它的恐龙形态会让我对这款玩具的分数加很多 虽然是细节啊什么的 山寨的感觉都是比较强 可是我确实喜欢它这个形态 然后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一个联动就是挥动武器吧 就是非常低龄化的一个设计的玩具 那你喜不喜欢就看你个人的口味了啊 那就感谢这个同好迷友 跟我们一同分享这一款赛博坦汁的进楼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